护士正在接生 突然一股白色枝叶 刺了她一脸 这可把护士吓坏了 床上的孕妇发出凄厉的尖叫 她想知道下面的情况 不料却看到两只螃蟹爪子 可能这刚出生没什么力气 这个小可爱掉在地上 然后就开始学走路 就在刚刚女孩来到医院产检 医生拿出仪器准备检查 在仪器接触的瞬间 突然外惹她地儿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满极婴儿吗 一旁的机器吓坏了 就连行医60多年的医生 也从未见过这诡异的一幕 两人经过商量后 决定帮女孩徒手接生 女孩突然腹痛不止 虽然大花才怀孕一天的时间 但此时的胎儿已经长成足球大小 无奈医生只能在一旁加油 让大花自己用力生出来 你她喵的来试试 只见大花拿起手术刀 想要杀死未出生的孩子 她告诉医生 自己怀了上帝的孩子 但她的出生会给人类带来灾难 医生处于人道主义 及时制止了女孩 护士连忙给她打了镇定剂 眼看圆鼓鼓的肚子越来越大 护士打算给她接生 可刚蹲下 护士